众所周知 现如今的演艺圈新人叠出 美女如云 演员更新换代速度快 观众对演员的遗忘速度也快 可总有那么些无法忘怀的旧日演员 经典角色让人无法忘怀 陈红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说起陈红想必很多人肯定不会感到陌生 年轻时的陈红应该说是许多80后和90后的青春了吧 如今她是陈凯歌的妻子 是演员陈飞宇的妈妈 之前也是娱乐圈中属艺术二的人物 早年间的陈红曾饰演过大量的影视作品 但遗憾的是 她的演技没有得到业界的太多人可 但扮相和灵动却是一针一针的深入到大众的心里 看了就基本上挪不开眼 年轻时候的陈红颜值在内地几乎是一起绝尘 真的完全可以秒杀如今所有的女明星 陈红的美是一种贵族气质的美 犹如天仙下凡 美得不可方物 让人如痴如醉 一瓶一笑惹人爱 被誉为大陆第一美人 然而 这样一个月光下的白种人在事业的巅峰期 嫁给了比他大16岁的陈凯歌 从那时起 陈红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陈凯歌和陈红不久之后就结婚了 陈红为了陈凯歌 隐退娱乐圈 为他接连生下了两个儿子 一家四口的小生活 过得确实非常幸福 如今他的两个儿子都成长得很是优秀 其中一个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已经正式进入娱乐圈了 也就是弟弟陈飞宇 而大陈飞宇二岁的哥哥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 但是他可是真正的学霸 毕业于知名的美国沃斯商学院 他就是陈宇昂 他相当的低调 而当我们看到陈飞宇时 眼角眉梢都是妈妈的影子 看陈红和小儿子陈飞宇的合影 明明已经年过半百了 但是脸上依旧带着强烈的少女感 搂着儿子的腰 还有几分小鸟依人的feel 两人与其说是母子 站在一起更像是姐弟一般 从陈红和儿子陈飞宇的合照 就可以看出陈红是很依赖儿子的 母子的感情非常深厚非常亲近 再来看一看倪萍 这个名字大家更不陌生 倪萍是众所周知的春晚主持人 24岁时他就被认定为国家二级演员 更是主持了13届春晚 影后主持金奖更是拿到手软 给人的印象也是比较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的 年轻时的倪萍还被不少人称为是梦中情人 气质相当优雅大方 是十分漂亮出色的一位知性女人 所以深受广大观众的喜欢 对比事业上光明坦途 倪萍在爱情上可谓是吃尽了苦头 情路坎坷难走 甚至她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患病了 当年为了照顾孩子 倪萍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更是带着四处求医看病 远渡重阳也想把儿子的疾病治好 十年奔波之后 倪萍儿子的病奇迹般得好了 她可以像正常孩子那样生活和学习 而倪萍却在经历多年的艰辛后 变得衰老憔悴 颜值下降得很厉害 不过她本人自己说不后悔 不得不说 母爱真的很伟大 如今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倪萍已经64岁了 她的儿子现在非常健康 也非常优秀 倪萍绝对称得上是一位最合格的母亲了 与儿子的合照上也能看出倪萍为了孩子没少受苦 照片也显得格外温馨 而且孩子和姥姥的合影也相当温馨 透过这些照片 能让人感受到家人之间的真挚感情 那么对比陈红和儿子 倪萍和儿子的合照 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两位都同样是好母亲 只不过爱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